上周末我回上海,乘坐的高铁车厢内,多了放暑假兴奋雀跃的孩子,一个七、八岁的小男孩很安静,在靠窗的位置,写着暑假作业,妈妈起身离开,小男孩先微微转头,用余光向后飘了飘,随后停下笔,咬住笔头,看向嬉笑打闹的小朋友,看看狗道上的小孩子,妈妈说,抓紧时间先写完作业吧。 暑假才会有更多时间玩,再说,玩得一身汗,下车后怎么去见外婆呀,给你说哦,外婆不喜欢不干净的小朋友的,看到这儿,我心里一通,这一幕我太熟悉,以前我对儿子也是这样,要求多,规矩多,希望他像别人家的孩子,忽略他的请求,忽略他的优点和进步。 孩子倒是越来越懂事听话,我觉得自己的教育出见成效,也有小小的得意,却被从事心理学工作的朋友浇了一盆冷水。 他说,我发现你儿子每说,一句话都要看向你,似乎每一句话都要看看你的反应,我觉得他是在讨好你,你是不是对他太严厉了,给他压力太大? 他讨好你,每一句话都不会发自内心,而是因为你想听,他就投其所好,完全没有自我,成年后,他的主见性会很差。 原来,我眼中的乖巧懂事儿子,不过是在压抑自己,讨好我。 从子学院创办人李雅清校长说,一个成人,只要心中还存有样孩子观和懂事的想法,就是阻挠孩子独立思考,发展自我的贵子手。 马依丽女儿爱马是个很光巧的孩子,他学习好,才一出咒,曾在2017年,获得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,10岁以下做女子第一名。 他也是一个贴心的暖宝宝,会在妈妈回家前,被一份清凉的西瓜给妈妈解暑。 面对这样优秀的孩子,马依丽却坦言,她非常后悔的大女儿爱马管得太多太严,导致女儿不敢表露自己的心声。 有一次,爱马给马依丽倾诉,说她在幼儿园里玩过家甲,有一个小朋友每次玩都扮演妈妈,爱马也想演妈妈,不想演自己的角色。 马依丽说,那你拒绝呀,说你想演妈妈,爱马怯怯的说,我不敢。 马依丽沿用了自己父母的严管教育,但爱马培养成了人人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,只是这种严格的管教,让爱马习惯于服从,厌去内心真实的感受,不敢拒绝别人。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马依丽不再以听话来要求爱马,结果让马依丽很欣喜。 孩子过于懂事,未必是一件好事。 是啊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,健康发育的宝宝,从一岁半开始,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脾气。 他会经常执拗地说不,会强调这个是我的,那个也是我的,开始以自我为中心,爱添乱,喜欢模仿大人做事,喜欢帮妈妈干活,喜欢跟同龄人玩耍,不再以父母为中心。 这是孩子渴望独立的开始。 自然生长的表现,向孩子自由生长,才会具有独立性格,自信气质和坚强毅力。 如果父母认为听话是一种称赞,并以此要求孩子乖巧听话,言听计从,其实是在有意无意间扼杀了孩子天性,使成长扭曲。 这与赛利格曼效应有些相似,赛利格曼效应,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的一组实验,把狗关在笼子里。 当风鸣戏一响,就给狗以电击,狗被关在笼子里,无法逃避,只能一次次的承受电击的痛苦。 多次实验后,实验人员把笼门打开。 这时,狗不但不逃,而是倒在地上身影,本来可以主动逃避,是绝望的等待痛苦来临。 而听话的乖孩子,他们的生活处境和上面的实验狗很类似,当父母要求他们听话懂事时,第一次也许他们会反抗,但在强大的父母面前,弱小的孩子逐渐会习惯,因为他们发现,如果不按照父母说的做,父母会生气,失望。 但是,人,毕竟与动物不同,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就认为,人,生来就有一个要成为自己的愿望,否则他会痛苦,会失去生而为人的意义。 那些太过听话管巧的孩子,总会在压抑自我与成为自我之间痛苦挣扎,这种痛苦达到临界,就会爆发,他们会为自己折腾一个出口。 好,邻居的儿子离婚了,大家都很意外,因为从小,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 管巧懂事听话,重点小学,重点中学,重点大学,直到工作,一步步都走得很踏实要颜,甚至连婚宁都让人羡慕不已。 可是,在他三十六岁这一年,他叛逆了,他辞了工作,离了婚,为什么会这样?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,从小就对父母严定计从,过着父母安排好的生活。 高考时,他想选择喜欢的专业,但妈妈却要让他读金融专业。 工作时,他觉得终于可以选择感兴趣的职业,妈妈确定是让他考取了公务员。 他的婚姻也是父母做主,逼得他放弃自己深爱的姑娘。 他就如基伯伦比夏德那种孩子,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,而是用你们的大脑中活一遍的人偶。 三十六岁,他不想再为讨好父母而活,而要为自己的独立而抗争。 他对父母说,之前的前半生,我为你们而活,但是我的后半生,一定要为自己而活。 我要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,我已经三十六岁了,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,不要再控制我。 虽然矮了点,但他还算是勇敢的,只是喷你去推迟了。 但是还有些太过听话管巧的孩子,习惯于从没有自己的主见,身处扩进时,也没有办法自救,为有伤害自己,走上雪路,以图解脱。 2012年7月,黄凯老师给男精一中的学生,和家长们上了一堂生命课,他的女儿远远在三年前自杀,给妈妈留下一封遗书,信上说, 亲爱的妈妈,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鼓励你要坚强不要为我哭泣直泪,我真的太太太累了。 八年来一次次平地崩塌的心灵,而当他再一次崩塌时,我又无能为力。 只有咬牙忍受在寻找调整的机会,而现实的事物,又被耽搁着,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,我真的厌倦了。 黄凯老师回忆说,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的女儿,非常光巧懂事,生活自理能力很强,从来没有表露过失败的一面。 展现给我们的只有微笑,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,而当他实在无力支撑这种美好时,远远崩溃了。 蒋方舟曾说过一句话,孩子在年幼时候取得的一切成绩,都是一种向大人们的羡慕。 作为父母,我们应该明白,当孩子种种原因向父母羡慕,按父母的取义生活时,必然会让他在精神上变得不完整,也就很难感受到来自心底的真正的幸福和快乐,甚至会在寻找自我的路上走得更远。 黄凯老师也说对女儿的关注过于物质化,精神上的交流却很少,这其实是中国父母的痛病,何不趁现在,就给予孩子更大的自由空间,不去要求孩子听话,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,让他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 可以不听话,也不是放任不管,让孩子为所欲为,正如个守王妃对女儿斗镜彤的要求,你可以不乖,但你不能学坏,扎着五颜六色头巾,中性装扮的斗镜彤,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叛逆幼自我,但接触后会发现,他有礼貌,谦虚,独立,自由。 他追求的不是结傲独立,而是拥有独立自我,做真正的自己,父母要蹲下来,与孩子讲道理,中国父母都很有权威,对孩子的要求,就是简单粗暴的你听我的,准没错,可要让孩子听话,是要让孩子明示理,这个示理,就是父母要给孩子讲的道理,讲明的道理,孩子才会知道,谁的道理对, 我才听谁的,孩子才会有主见,才会有独立意识,父母要给予孩子真正的爱,父母总是以爱的名义去掌控孩子,什么才是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呢? 不仅爱孩子的优点,连他的缺点也一起爱,这种爱是无条件的,因为孩子就是一个优点缺点并存的独立个体,父母爱的,应该是这个完整的个体, 正如黄泰老师所说,家长们尽学会欣赏子女,看到他们的独特之处,给孩子充分的信任和鼓励,尽可能的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步,在凶猛独式披荆斩季,心却向往东里采区和田飞哥, 简书at和田飞哥,微博at和田飞哥,本文首发大妈精读ID,BMNFC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